小姨 好深色的眼神 邀尽 歡迎來到小姨有約 我是蔡明菜太姐的妹妹張小姨 什麼關係 小姨小姨 誰不喜歡我 我跟誰急 你們喜歡我嗎 喜歡 我用你們喜歡我呀 是的 俗话说 嘴读得看蔡大姐 小姨我聊到你吐血 那么今天来吐血的这位嘉宾 她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越是欢呼越是浪 我们欢呼起来 把她浪出来 这是学你的吗 她学你就没够 你知道吧 她学你就没够 你的嘴里是有蛤蟆呀 怎么说话呢 这咋是蛤蟆呀 这是嘎嘎 这位先生 你带着锅呢吗 我真想把你给炖了 说那话呀 本来呀 我跟你说嘛 我都不上节目了 去年一年呀 把我给忙的呀 真是身心憔悴 也跨不着我都干洗碎呀 可是我为什么又来了呢 你还是缺钱呗 怎么说话呢 我对你不太熟悉呀 你是不是总演 说对了 傻的那个 那位艺术复出 眼啥啥都像 这事不用跟我讲 哎呀 关键我本人 我本人聪明 不信的话 你可以考考我 哎呀 你脸神长得这么像腰子 我当然要考考你了 好吧 请问 x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 乘以z的平方 正解释多少 想听中文还是英文大 别老打我 说 你这么厉害 那我还是听听英文的答案是什么 听好了 I don't know 哎呀 哎呦喂 您的英文说的跟嘴里勾欠了似的 哇 关键我这个人啊 就是聪明啊 我比诸葛亮都聪明 我不信呐 你不信你把诸葛亮叫来 你把诸葛亮叫来 够比你 你就叫来 你就叫来 叫来倒是够呛 我到时候能给你送过去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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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我这个人啊 我跟你说吧 就是除了一身的才华 剩下的就是一无所有 别这么说 你不是还有一身的病呢吗 哈哈哈哈 我那病也都是被气的 为什么呢 我跟你说嘛 就最近有一个 咳火咳火的 古装电视连续剧了 叫什么呀 三三得九 还是三生三世 反正都是数学的事 嗯 我就不理解里边 那个叶华 他的五万多岁了 他媳妇班上纺啊 别大九万多岁 就让我想 我就是千万千万万万万万千龙 你知道吧 他就是相当于是五万多岁的一个王吧 就取了一个比达九万多岁的 人家那叫海枯石烂 我看就是王不下蛋 下蛋也比你好看呀 观众就是喜欢看 观众点喜欢看 那就给我们点个赞 要点赞咱就这么点赞 咱们要点赞咱们就按喊 喊没那么干 我说小宝你说赞 小宝赞 小宝赞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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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喊没 没文化 还给我整内蒙古汇泡 多么猛 小小 大地瓜 小地瓜 一块钱能买三 大地瓜 那你呢 谁啊来电话了这是 在哪呢 喂喂哎喂 哦不考虑不考虑不考虑 送宝电话 中介给你来电话吧 你怎么知道的 撑你那损出 中介人员混的 你就只有中介给你打电话 我是不如您呐 您名字起的呀 跟妇产医院似的 宋小宝 很有必要 我跟你说 送小宝 我还送外卖呢 还会自黑呀 我刚才说我是末孩出生的 肯定黑 我一天天我跟你说 我就想着事 我跟你说 老天爷 我跟你说设计人的时候 肯定左手一个小电脑 右边一个小主标 有一顿的点 我跟你说吧 他肯定是你俩点 眼睛黑的 点俩皮 眉毛也是黑的 点一小圆圈 头发也是黑的 怎么就到你这 变全血了呢 你这么说话呀 我真是很很很你呢 你先把那口弹吐了再说 可以说话 说我黑 我黑咋了 我黑呀 我黑我就想做一 做一只 无忧无虑的丑小鸭 是 丑小鸭没有问题 但是丑小鸭的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 只有变得好看 一切才会好起来 好看咋的 又不好看呢 我丑又不是病 丑当然是病 要不然整容医院 为什么要医院呢 他这挺气的 可是我努力呀 哎呦喂 不是所有事努力都有用的 那五十块钱再好看 也没有一百块钱招人喜欢呀 可是我不懒呢 嗯 说的就好像你勤快了 能感受什么大事似的 可是我有梦想啊 这一点说的没错 没有人能让你放弃梦想 你自己试试就会放弃了 哈哈哈哈 你瞅瞅 你瞅瞅 我发现这人说话 我发现说话这么狠啊 怎么了 像个蒜泥似的 哎 蒜泥怎么就狠了 因为呀 我说蒜泥狠 嘴不笼笼的眼神 谎话说了两次 我就打死 哈哈哈哈 我刚刚没有气了有点 是谁做你 为你撑着你呢 是吧 哎 你就知道吃是不是 我刚刚你这人 我跟你说 说实话就得吃 尤其吧 这是人心里最苦的时候 你就把那饭呢 往嘴里猛飞 哎 那就是苦了猛飞呗 还在猛咖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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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鸡蛋 小鸡蛋 一块钱 能买吧 谢谢宝宝点亮 小鸣姑早起来 点关注不迷路 老鸡说话没毛病 哎呀 你变化 不考虑 滚毒草 哈哈 哈哈 我爸呀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正录节目呢 正直播呢 你这吵吵吵吵 真是的 啥 刚那邮轮你送的呀 谢谢宝宝点亮 你们现在可以按票了 我们等着 来 啊 啊 啊 不到外票 咱们不接着眼 按了吗 哈哈 哎 还好 哎 哎 因为这都是网友的声音 网友声音 有很多的网友啊 提出了问题 想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扰 他说呀 他每天上班呀 都要挤公交车 但是公交车老不来 可怎么办呢 哎呀 公交车不来 你就等母交车 母交车一来 公交车他自然来 哈哈哈哈 您那脑洞开的呀 只剩脖子了 哈哈哈哈 这位网友说了 他特别想让我们替他 向他女朋友说一声 对不起 首先我的观点是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相奈而出那么多包 干嘛用啊 哈哈 是咱 那么他真正的困惑 是这样的 他将在对不起上呢 再加点什么 显得更诚恳一些 我告诉你 这玩意儿不用买包 你就加一个三个药 对不起 加三个药 什么意思 对 三药 不行 什么 这什么呀 谢谢啊 哈哈哈哈 这包我没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被小子也乐了 来嘞 来嘞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保姆简量 谢谢保姆简量 居然有人说你坏话 今天我要听你说句公道话 可是呢 虽然宋小宝他 一惊一扎 胡乱说话 长得像个蚂蚱 笑起来像个蛤蟆 然后呢 我们进入下一个题目 小宝啊 我要问你一个很犀利的问题 你要如实回答 东北F4之中 谁真的有才华 哎呦我老天 你这个问题都要得罪人了 哎呀 你说除了我以外 东北F4 沈阳啊 你说老四啊 刘能啊 有了 谁都有才 你知道吗 谁呀 白产男 这就是 这是 小宝老师啊 我没有别的话呀 就是你越学越不像了啊 反正我也觉得是 你气死我了 没事 没事 因为 因为我们下面要问这个问题啊 是全世界人都想问你的问题 咋呀 你到底 为什么这么黑 因为 我不想白活一辈子 行 哎哥 这个行 真是 我不想白活一辈子 老四 我跟你说吗 我跟你说吗 你说 我这一天天忙啊 总回不了家 总回不了家 你这三情音乐还得放 不能太大事放啊 回不了家咋整呢 小孩子 有时候就想哭啊 但我一回头 你说那么多人都在这 我哭给谁看呢 这应了赵慧妹那首歌 哭不出来 我想哭 但是哭不出来 能到这么伤害 因为我 予爱予不再 你绝望的离开 没有人留下来 我想哭 但是哭 哭了猛C 哭了猛C 猛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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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花 小地花 一块钱能买它 哭 我们就是幸福快乐 第一家 不考虑